这几年来台湾外交有许多的突破 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在非洲交到新朋友 我们索马里兰 总统接见索马里兰访问团 这是我国对外能以台湾之名 第一个设立的代表处 好朋友深受疫情困扰 我方当然要势力多 我们国产的高端疫苗 15万剂也已经运低索马里兰 这是台湾疫苗圆怀的首例 真的是麻吉麻吉 访问团抵台当晚 外交部大门高挂索马里兰国旗 与我国国旗 不难看出准友邦态势 真的可能建交吗 索马里兰跟台湾一样 都被排除在联合国以外 他位在东非 国土面积是3.8个台湾大 紧接伊索比亚和索马里亚 身处重要战略位置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联合国成员 没有任何邦交国 2020年和台湾互设代表处 台索同样是国际孤儿 他是想要过国际的封锁 另外一个呢 他们可能还是想说要跟中国大陆 要来改善关系 同样受邻国情势逼压 同样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台湾想打通东非敲门砖 索马里兰也努力 垫高自身国际能见度 近新闻黄轩方伯峰采访报道